現在是完全是政黨輪替 然後實現完全的民主 現在是非常安心的 現在我感覺到了 可能不是馬來西亞人 如果你不安心你要講 我感覺到的身邊 包括網路上的整個氣氛圍 是安心的 是在下面留言說 我只要高清無碼 我們就會送出六張 黃明志這個專輯 然後其中有一位 還可以獲得他的這個親筆簽名 所以這個留言呢 是截止日期是到12月25號 也就是聖誕節的晚上11點59分 大家記得去訂閱 這個黃明志的Negi頻道喔 大家也按個讚好了 那大家趕快去留言喔 嘿大家好我是VanjV 嗨我是路易莎莎 歡迎收看 匪夷所思 那今天我們的阿姨想知道 我們請來的客人 是馬來西亞籍的這個歌手 黃明志 對 阿姨的粉絲見面會 對 我是 我就是自匪 我承認 我真的非常喜歡明志喔 因為我每次碰到他的時候 我總覺得有點同志的感覺 那這次會邀他來啊 主要有兩個原因啦 第一個呢就是 我其實 最近我們在特地看世界 其實也做了好幾次 就是馬來西亞的這個選舉 民主進程 對 民主進程的這個故事 那我覺得其實 其實馬來西亞的這個 民主進程這個東西 在現在的環境裡面 其實非常的特殊 因為世界潮流來講 其實是整個是退步的喔 不只是就是已經 本來民主就有一些問題的國家 是往後退 也很多本來我們認為是 很民主的國家 包括美國在內喔 都發生這個民主倒退的情形 所以我覺得 馬來西亞的情況是難得的好消息 對 算是一個難得可以安慰大家 就是我們還有希望這樣 對 我很想透過 就是一個懂馬來西亞的人 可以來告訴我說 這幾年馬來西亞的改變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是提醒我們大家 就是在民主上面 它的真正的好處在哪裡 那這是第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原因呢 是因為他這次出的新專輯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談到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AV 他請了兩位AV女優 跟他一起合作 我覺得這個題目也很有趣 我覺得我很想知道 黃明志會怎麼樣來詮釋這個 這個AV女優 這個題目這樣子 陳傑剛剛范姐講的 就是他連AV都敢拍 而且這不是他第一次跟AV女優合作 就黃明志是一個 作風很鮮明很大膽 然後他什麼社會議題都敢踩的人 包含之前我們看到 就是有馬來西亞學生不幸在台灣 遭受命案的時候 他就直接說 要殺人等到來台灣再殺 就是他很敢講 我想要知道的是 他為什麼在言論上這麼敢衝 而且這麼多年了 他始終沒有改變他的風格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其實我想知道的是 他的歌 你不會每天聽 可是你一聽你就會發現 你就會陷進去 然後 而且很多產 我想要知道 他怎麼會有這麼豐沛的創作能量 好來我們來看看明志怎麼說 好來明志先跟我們觀眾打個招呼 哈囉大家好 我是Namewee黃明志 明志 上次我們接受訪問差不多一年以前了 對一年多了 對啊我聽說你回去以後 就拍了一支影片 爆K了一頓 沒有罵啦 沒有罵 說你很後悔 我是說我很後悔說那些睡眠不足 為什麼去上那麼重要的節目 結果睡眠不足 結果我就 我不敢看 真的我不敢看那個節目 都快一年了 我才去看 OK 然後看了我就拍了一個reaction 就看我的反應 看我當時的我 有點像那種多元宇宙 去看以前的我 到底我的反應我會不會後悔 那後來呢 在看以後有沒有反應 有沒有後悔 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而已 就講的不是很完整 因為這真的是精神不是很好 那可是大部分我還覺得 幸好我這樣打 沒事 不過重點是 這一次來 昨天晚上有睡飽了吧 其實沒有 沒有睡飽 因為宣傳其實就是很密啊 就拍到滿滿喔 根本就沒有時間睡 好啦那我沒辦法救你了 可能就這樣子啦 繼續吧 好啦我們先來講 我們這一次真的先談你的音樂了 這一次就叫做高清無碼對不對 對 先跟我們講一下為什麼要叫高清無碼 高清無碼 其實你看這個設計喔 你就男生應該就知道大概什麼概念 就是 我也知道啊 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啊 我看的啊 這個看A片有什麼了不起啊 我是說真的我看的 反正就是橘色黑色白色的概念啦 那裡面有一些關鍵字 都是有一些暗示在那邊的 對啦 可是其實它是有背後的意思 因為高清無碼嘛 高清在我的專輯裡面 應該說也不是這樣專輯 是我一路來就是堅持高品質的作品 然後如果知道production的人 如果有看我的作品 就知道都不便宜的 就是要 我那時候在看就說很貴啊 這個做起來很貴 MV也好 音樂製作 我們找來的樂手老師 還有拍攝各國這樣飛來飛去 是非常非常花錢 再加上 其實一般歌手專輯 不可能十首歌都拍MV 可是我偏偏多少歌 我就拍多少MV 所以是很燒錢 然後很花心血的東西 所以是堅持高清 然後無碼呢 就是捍衛那些自由 然後不要有任何限制 不要有 就是完全完整的把作品呈現出來 不要有任何演示這樣子 就 所以就有這個概念 就是無碼 就有這個設計的概念 可是其實它也不一定是那一方面的東西 它也有一些比較寫實的 一些社會的 甚至有提到一些政治的東西 都有在裡面 所以都是比較無碼的精神 對啦 所以這一次明治要來 我就知道我什麼都可以問 反正你就是堅持無碼嘛 對不對 好 那不過呢 這一次我覺得很特殊的是 用了AV女優的這一個元素 跟我們談一下 你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個題目 其實也沒有刻意 因為這個專輯剛好在高清無碼 那裡面有跟我合作兩位AV女優 其實那首歌我寫給她們的 是在很多年前就寫了 只是一直沒有機會找到她們 因為中間有疫情嘛 兩年多都沒辦法飛 然後很麻煩 然後之前是沒有辦法聯絡上 所以就 他們是兩個不同時期寫的作品 然後我都想已經針對好要找她們了 然後就一直透過關係 都找了一堆 然後結果疫情結束了 然後聯絡日本 終於找到了 然後飛過去剛好一趟拍完兩個MV 然後我剛好又收錄在張專輯 然後也符合主題 然後我剛好就把它當成 張專輯的兩首主打歌這樣子 其實是有點剛好 聽起來好像我是在騙 可是真的就是剛好的 就是那個歌寫了蠻久的 尤其是我跟昌景空合作那首 已經是四年前的作品了 我其實非常好奇 就是說你當初在選擇 這個題目的時候 因為我真的覺得你做的音樂 其實都是有議題的 都在講議題這樣子 那這AV女優這個議題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當初發想的來源是什麼 其實我們男生就是從以前 就是看這些就是他們的作品 可是我們很少有機會去面對面 去接觸到他們 或者看到他們另外一面 然後而且它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時代的符號 這兩個都退役了 我跟明志花齊羅還有昌景空 都是退役的 那我覺得趁他們還可以出來活動的時候 就是有比較活躍的時候 可以跟他們合作 然後讓大家看到另外一面 因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明志花齊羅是一個rapper 真的啊 對 不知道對不對 很多人 他有出rap的作品 我拍MV的 然後昌景空是一個女團 他們有跟一些寫真女星 還有一些AV女優組過一個女團 這樣子 所以他們都是會唱歌 會表演的 然後包括之前我合作的 山上優雅也是女團出來的 所以他們是有他們的才藝 這個是我去了之後才知道 我跟他們合作過 我才發現到就是原來他們 為什麼那麼多AV女優在拍 成千上萬的AV女優在拍 偏偏這三位最紅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有 當藝人的魅力在那邊的 他們會表演會唱歌會跳舞 還有他們的個人魅力非常強的 你跟他們聊天幾句 你就會被他們吸引了 不是那種脫衣服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他們三個的個人魅力 人格魅力方面 還有他們的一平一笑是很吸引人的 包括女生看到都會這樣覺得 這個AV女優我覺得這幾年的訪談 我就看過幾個 我覺得她的路線不大一樣 有的對於她的工作 就是拍成人片的這個工作 有的是很open 很願意談 那有的其實還是覺得有 對她其實就是她私人生活上 她覺得還是有一些影響 她其實不大願意談 我不知道他們三位 對於這部分工作上 他們的態度是比較開放的呢 還是屬於覺得這是我的隱私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比較保守對這方面的是 昌景空 因為她生了兩個孩子 我覺得可能身為媽媽 她不希望她還一直長大 還一直看到她 生了孩子 她還在做這些類型的東西 所以其實她很早 在十年前就已經轉型了 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一個影展 是在大阪亞洲影展 為什麼呢 因為她參與了一部印尼的電影 她演女主角 所以她其實很早就在鋪這條路 可能她當時就已經交了男朋友 不確定 因為她是五年前結婚生孩子的 所以她是比較 對 妳講就是她比較 要撇開這個 她以前的過去這樣子 是有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那個AV女優這個工作 其實她是非常辛苦的 對不對 就是我不知道他們自己在覺得 他們的工作條件上 他們覺得好不好 其實他們蠻多辛酸的東西 因為這次我除了去拍MV之外 我也有去採訪了一個AV工業 就是他們的一個社長 她是台灣人 她在日本發展了三四十年了 這個阿姨她就在那邊做社長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片場採訪他們拍AV 然後那個片場就是真的 大家男生看過的那個場景 都在那邊 他們的費用 或者他們遇到有時候 遇到一些男優 不愛乾淨 髒 或者什麼 或者他們出來的時候 會被社會歧視都有 因為日本其實很保守的 他們就是那種很 舊時代那種儒家思想 還是有的 他們甚至比台灣還有那個 你知道嗎 忌諱很多 可是偏偏他們AV是能拍的 可是拍了社會 又不接受他們 其實我很意外 我一直以為說 日本的文化在這方面 其實比較開放 就是說 也許日本人對啦 表面上看起來 他的這個stereotype 就是這個刻板印象上面 看起來好像是比較保守的 可是我不知道說他們真的 會咧 他們會歧視 因為他們還是那種儒家思想在那邊 就沒辦法過那一關 那個門檻沒辦法跨過的 所以他們是被歧視的其實 我可不可以再問一下 為什麼AV女優現在其實各國都有拍 你為什麼會鎖定日本呢 主要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亞洲 都是大部分看日本的 所以我想到那個主題就是他們兩位 所以我去找他們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因為最近出了大新聞 就半年前出了一個很大的新聞 就是日本開始要進他們的AV行業 只是他不要明文進 因為怕人家反彈嘛 他就用一堆怪怪的一些法律 一些條例來限制你 弄到你島為止 講難聽一點是這樣子 就是他會限制說 每個參與的演員 或者什麼都要簽約 然後簽約 那個合約是非常長的 根本沒有人會去讀 然後只要裡面有其中一個參與的人 說要下架 已經上了 要下架 都可以下架 然後這個就引起很多AV行業的 一些人出來抗議 包括女優都出來抗議 因為這樣子就會導致這個行業倒閉 為什麼呢 你假設裡面只是一個配角 你只是出來兩秒而已 你只要說我有參與 我有簽約 那這個AV上了一個禮拜 我不想上 因為可能我結婚了 然後我有老婆或者什麼 我不想上 那我要下架就可以下架了 這樣請問這樣子的情況下 如果一直發生的話 出錢的人誰敢出 沒有人敢出了 那就變相的要把這個行業弄倒 之前就剛剛而已 就發生一個自然說 我要下架 他也可以要求那個影片下架 明明是大家的心血 所以那些投資人也怕 騙商也怕 男女主角都怕 誰都怕的情況下 這個行業就準備倒閉了 所以現在應該說 日本的AV產業 已經急速的走向末路 所以我就去採訪這個東西 所以我才特地去到日本 那這一次做完以後 你覺得你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去到日本這一趟過 我就看到很多他們背後的事情 包括他們的經濟公司怎樣運作 還有我剛剛講的 就是他們要轉型 要走去另外一個行業 然後包括日本的AV 整個走向末路這個東西 原來他們受到了那麼大的委屈 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如果我不去拍這些Vlog 這些紀錄片 那我只是拍歌的話 大家也不知道原來發生這件事情 而且我發現到 因為可能不知道是語言的原因還是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人在聲援他們 就只有他們自己在抗議而已 那我覺得 我有在我的節目裡面 我有講 我說大家都是看他們節目 長大的嘛 男生對不對 我講難聽一點 就是飲水吃緣 就是我覺得 我們在外國的人 或許應該幫他們發聲一下 所以我才拍那個紀錄片 然後我就幫他們講一些話 那個點閱率還蠻高的 而且還被黃標的情況下 可以到200多萬 我覺得蠻誇張的 你知道我那時候 其實在看你的那個 就是寫這兩條歌這樣子 我其實很感動 因為我就覺得 我覺得明智好溫柔 就是那個感情很溫柔 因為我覺得在處理上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就裡面有一個 就是在講說 我們不是只是看你的奶奶 有沒有 我就說不是只是看你的表面 看你的線條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 可能是他們最 希望大家知道他們的 我覺得那個情緒很溫柔 我自己在聽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可以看到這一點 一首情歌這樣 是對我覺得很溫柔 非常的溫柔 那是一個就很tender 真的非常tender 如果你要說 資金AV女優的歌 如果你寫 你不能夠寫就是 冒犯他們的感覺 這好像 你第一個想到的idea 就是想要色色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還是可以 有一些情感的東西在那邊 就是有一些 雖然好玩 可是也是有一些情感 一些情緒這樣子 我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是要對你採訪的對象 有很多尊敬才寫得出來的 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在聽的時候 跟你的合作對象 我覺得一向都是有幾個成分在裡面 我覺得你其實都有 帶很大的尊敬跟愛在做 我可以這樣講嗎 是 一定要 因為我覺得跟我合作對象 我必須要用我接近所能去照亮他們 這個是必須的 不管是誰 就是包括之前合作的其他歌手 也要這樣子 就把他們最大的優點放出來 然後把他們拍得最好看 最美 最帥這樣子 好 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你做很多 都是跨文化的東西 這個傾向非常有趣 不是只在自己的同溫層裡面找 就是你 always會跨出去 你為什麼特別喜歡 這個跨文化的東西 因為我本身是馬來西亞人 那邊本來就很多文化在那邊 不同宗教 然後幾種不同的廟宇 那清真寺跟基督教堂 跟天主教堂 跟佛廟 是在隔壁的這樣 這個是我們從小長大的環境 這是一點 那另外是因為我長大的過程中 我聽到兩個人的音樂作品 一個是Stink 英國的嘛 另外一個是王力宏 他們就是會找這些很偏 就是人家不會去注意到的一些 或者是跟我們文化不一樣的人 去合作音樂作品 像比如說Stink 他會找美國的那種黑人R&B歌手 他是英國人 他們會去做一首R&B 可是他並不是R&B歌手 那他會找一個阿拉伯的 宋經的一個歌手 來合作 然後寫了一首Desert Rose 然後還有比如說 像王力宏大哥 我看到他一個紀錄片 他一個那麼帥的帥哥 然後偶像這樣子 然後可是他扛著背包 然後拿著那個錄音棒 去到西藏深山裡面 去錄那種西藏裡面的人 在唱那種古調 然後不然就是跑去蒙古山上 草原那邊去找那些人去錄那個東西 我不知道這個紀錄片裡面有沒有看過 可是就影響我很深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熱愛背包的旅行的人 那我在當歌手出道前就已經跑很多地方了 到處跑啊 也有去蒙古 外蒙古 然後去一些邊疆地區 然後那種什麼中越邊境 然後泰馬邊境 這種就去那種各國的邊境 我就覺得這個地方是最多文化交融的 我就很喜歡去這樣的地方 那我就在過程中我就寫下很多一些紀錄 一些音樂還是文字的一些紀錄 然後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音樂表演出來 然後甚至我會去收集他們的樂器 如果小購裝進包包裡面 我都會去買 那買不到我就買CD 就他們當地的一些很奇怪的樂器 可能我們沒聽過的 就錄成CD的我就會跟他們買這樣 然後我在正式做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我就開始說 不然我們來融合這樣 我剛開始做其實算是 有一首歌叫《咖哩》 是我用中文來唱印度歌的 那個是剛開始 台灣人還不認識我的時候 後來才做了泰國情歌 就加了泰國樂器 然後在中文裡面 然後用泰國腔這樣 可是是在唱中文這樣 從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後來我就一直 就一發不可收拾 就做到現在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最好的文化交流 因為語言是講不通的 然後很多外國人不明白我們 我們說你們亞洲 我說其實我們亞洲是很不熟的 因為我們 你說我們其實最通用的語言 其實也是英文 然後英文大家又講得不是很好 然後就沒辦法通 根本就沒辦法 我常舉個例子說 台灣跟菲律賓明明在隔壁 你覺得熟嗎 我覺得台灣一點都不了解菲律賓 菲律賓一點都不了解台灣 明明在旁邊而已 像人家隔壁的國家 像歐洲他們 德國法國他們是很熟的 彼此之間是很靠攏的 就很了解彼此的文化 我們是完全是沒有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音樂 然後還有MV 因為YouTube 大家一點進去就可以看 然後很好玩很好笑這樣 對 像馬來西亞跟泰國也是鄰國 那邊境地區比較熟 是很熟 有人會講泰文 可是你說整個國家是很了解嗎 也沒有到很了解 我想問你 你有沒有 就是說你那個經驗就是 在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 異文化的這個東西的時候 然後你覺得這個東西我可以用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個 當時的心情這樣子 其實最明顯的就是泰國的那個例子 因為我在泰國做了三首歌 拍了三首MV 那個時候我聽到他們 有一個樂器叫PIM 就PIM 這樣 然後他們在路邊 有一點長得像吉他 可是不是吉他的聲音 他們在逛逛區 經常會有人在路邊彈彈彈 然後你就可以捐錢給他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是泰國的 因為泰國的恰恰beat 是他們的很有名的一個beat 就是我們常會聽到 他們把所有世界上任何一首歌 都會改成泰國恰恰beat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想跳舞這樣 然後這個泰國恰恰裡面 一定會有這個樂器叫PIM 所以我就聽到 我就想 可是中文歌裡面沒有 我就覺得好興奮 我就叫他們去聯絡這種樂手 然後我想要寫一首中文的 或者英文的 可是是泰國的恰恰beat 然後再加這個樂器 然後我就寫了泰國恰恰 其實泰國情歌裡面 也有用到這個樂器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興奮 因為沒有中文歌用過 然後後來其實這個東西 衍生到後面 很多首歌我都有用到 不同的國家的樂器 包括日本的Kato 還有那個Sami Sen 沖繩三位線 或者是阿拉伯的一些古 就我最近 這張專輯裡面也有一首歌 叫Yah Jamila 我到卡達去拍的 然後也是用了 卡達的那種民族樂器這樣 然後可是我卻唱英文 或者卻唱中文這樣 我覺得是一個文化衝擊 我看了就很興奮 我聽到 我第一個衝動是想要把它錄下來 或者把它拍起來 然後問那些人是什麼東西這樣 你覺得這個是 就是這種看別人國家的文化的東西 這個東西 對於一個人來講 有多重要 而且我們是做國際新聞的 我每天都要推廣這個東西 就是說要去看國外的東西 不要老看自己身邊的東西 這樣子 你覺得這個事情 對你來講多重要好了 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 你就減少很多偏見的事情 那個視野會比較開闊 然後你對這個世界看法會比較不一樣 不然如果你一直跟自己的人在一起 你就覺得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那你去多了解別人 才說原來是這樣 然後那個人的缺點優點 你都要知道 然後那個國家的那些文化優點 對你來講是優點 可能對人家講是缺點 你都要了解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幫助 我另外一個我想要談一談就是說 你對於爭議這件事情 你的處理態度是什麼 你剛剛講到說 對 沒有錯 我覺得我們亞洲人常常就會息事寧人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你好像是 碰到爭議 越興奮 我覺得不是興奮的問題 是我本來就是 把爭議一些東西把它搬上檯面 那剛開始你說 可能會被一些攻擊 什麼什麼 我覺得反而後來我才發現到 你不管你站在哪一面 都會有人攻擊的 是一樣的 那除非你就選擇不講 可是我覺得就是要講 有些東西就真的需要表達出來 所以我就 反正你做哪一面都會被攻擊 那就跟隨你的心理 你認同的東西 就把它表達出來就好了 反正血骨是一樣的 可是你有沒有被罵到 覺得心情很不好的時候 罵是沒有 你造謠就有 所以我一般以前的時候 他人家罵我都不回應 造謠我也不回應 可是後來我發現造謠要回應 我要罵回去 因為有些他們講的 好像是不對的訊息 然後又以而傳人家 會一直覺得是真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要罵還是要罵回去 因為網路本來就讓你罵回去 你幹嘛不罵 所以你是會罵回去的 會 OK 留言區就讓你罵回去的 而且你說剛剛 范姐你有說那個 Facebook的演算法嗎 其實他有一個演算法 是Facebook找我們去開會 叫我們做的 OK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們在經營 你們自己的平台的話 對 趕快講一下 那個Mark Zuckerberg 他講過一句話 應該說他的Facebook成功之後 他反省了自己 也因為那個反省 他改變了一些演算法 他說其實當初他創立Facebook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希望同學之間有互動 然後結果 他這個初衷在中期的時候被扭曲了 大家就變成拿來打廣告 拼命打廣告 打打打打賣 賣東西賣東西 然後變成沒有互動了 就變成一個賣廣告的地方 然後他就說 他就設了一個演算法 就是說如果你下面 你放了一張照片 不是廣告 你廣告他就會擋你的流量 可是如果那個東西是你一個分享 比如說我今天去的哪裡 玩好好玩 好好吃 這個飯好好吃 然後下面你朋友就會說 去哪裡吃 如果你回應他 如果你回應他的話 你的演算法就會被推上來 所以你回應越多 你的東西就會被推越高 就越多人看到 所以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分享 溝通 聊天 然後沒有廣告 如果你放連結什麼 他就會擋你 所以他是希望大家 Facebook是一個連結 我其實我蠻認同的 他是希望Facebook是一個大家 互相聊天 互相切磋 或者你知道嗎 就是溝通 有回應的一個地方 不要只是打廣告 然後就丟這樣 然後當然如果你一直比讚 讚讚讚讚讚 他也是會擋你的 所以你要真的誠心在聊天 所以他會算到 所以你剛說罵人這件事情 人家罵我罵回去也是一種聊天 所以通常我罵回去那些帖子 很多人看 可是我就覺得 罵回去的時候 有時候你就會被標示是爭議人物 不管他 我想要表達的東西表達出來 那我想要澄清的東西講清楚 一定會有人罵的 那你就罵回去就好了 你只要罵回去 你講的 罵夠了就好了 好啦 那我們再談一談 其實今天來 說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馬上想到你是因為 我真的很想跟你談談馬來西亞的情況 其實是因為我們做了一條新聞 今年差不多八月的時候 就納吉入獄的時候 然後我們做了一條新聞 然後那時候我就看到 就是那個經濟學人下面有個智庫 他把那個 他每一年都會把那個 每個國家的民主進程 他排一個排行榜嘛這樣子 那我就看到 欸 馬來西亞這幾年進步很多啊 多曼亞第一名 對啊 進步很多啊 他在 那時候我看的時候 以前還一直都說是那個 Flaw Democracy 就是有缺陷的民主 然後從2018年那一年 差點 我記得那時候是 馬來西亞差點拿到年度國家 就是因為我們那一年的選舉 就是辦的是 在大家來講 就是一個非常和平的方式 然後造成一些改革這樣 對 政黨問題 第一次換掉政府 對 沒錯 然後所以2018年那一支差點 就是被評為那個 就年度國家嘛 那我看去年 2021年就已經是 東協第一名了 民主程度來講第一名 今年是2022年 是Full Democracy 就是欸 很少欸 我們台灣當然是Full Democracy 沒有錯 對 東內亞唯一一個 對 可是很少欸 其實那個比例很少欸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你自己有感覺到 馬來西亞在改變嗎 非常明顯 而且非常驕傲 非常明顯 這個改變是很明顯那一種 就是他 2018那時候 可能很多人說是笑話 因為他政黨人體 然後又被推翻什麼什麼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呢 就是很明顯 他是往好的方向走的 當然現在當然還有很多缺點 很多人還是在罵 可是他們在罵的時候 人家通常跟我這樣講 我就說欸 你有發現到 你現在在罵沒事嗎 你知道以前我們在罵是有事的欸 你知道嗎 就是以前就是動不動就來抓你 像新加坡一樣 現在你罵是沒事的 然後網路上都是亂罵 都用真的名字在罵 然後都是公開批評政府的 然後這個是網路 其實這個網路自由 已經是十年前就有了 然後現在是完全是政黨輪替 然後實現完全的民主 這個馬來西亞人是感受很深的 然後那些包括那些做官的人 他們以前就是囂張跋扈 你不爽他就想辦法弄到你死為止 現在他們是非常謙卑 就是有一點像 就是像台灣的那些立法委員 就很在出來拜票 然後希望你投他 讓他好好證明一次給你看 這個態度完全 在這兩年裡面是很明顯的 不再是那個臉了 那個臉你一看就知道 那個臉是你一巴掌這樣 想要揍給他那種 可是他現在的臉就是拜託 來你給我一個機會 這次選舉全部都是這樣的東西 就拜託你給我一次機會 真的真的給我一次機會 我一定證明 他就把他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告訴大家這樣 這一次就是這樣 這一屆 你覺得馬來西亞人民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馬來西亞人現在的心情 現在嗎 還是從2018到現在 我覺得講現在好了 現在是非常安心的 現在我感覺到 可能不是馬來西亞人 如果你不安心你要講 我感覺到的身邊 包括網路上的整個氣氛圍 是安心的 什麼叫做安心 因為我們之前 政黨輪替的之後 成功了之後 然後發生了一些政變 我說2018那一次 然後現在呢 因為那個政變 然後改變了一些制度 就反跳槽制度 所以這一次的選舉 就沒有跳槽的問題了 那可是這一次 因為馬來西亞是君主立憲制 我們必須超過三分之二的議席 才能夠執政 可是這一次贏的 最大的贏家的那個聯盟 叫我們叫希望聯盟 他並沒有拿到三分之二 所以他跟我們的前朝政府 組成的聯合政府 超過三分之二議席 那一個是有經驗的 知道嗎 一個是大家希望他做的 然後一起組成的這個政府 所以有經驗 再加上我們希望他做的 這個就讓全馬來西亞 至少三分之二的人安心 對吧 就已經很安心了 還有第三點 就是反對黨 就是輸的那邊很強 很強呢 我相信有些人一定說 不行 因為他們不喜歡 因為裡面有宗教的色彩在裡面 有一個叫回教黨 保守回教黨 它裡面是有一些 就是會進男女一起剪頭髮 進男女去戲院看電影 這種比較極端的 可是對我來說 我看到的是好事 因為只要他們夠強 那我們現在政府 就比較怕他們 就會做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 很強的監督力 在那邊監督我們現在的政府 所以我覺得 現在整個情況是完美的 應該說就算不完美 也是走向完美 好 我們剛剛講的是心情 就是他感覺上比較安心 是心情 那你覺得在生活上 有沒有改變 目前還沒有了 太短時間了 才幾個月 才發生的 才一個月多而已 我先講的是說 2018年到現在 我覺得2018年 應該是很大的轉捩點 對 我們到2018年去談談看 好了 我覺得在那個時候發生 你覺得馬來西亞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 會發生這麼大一個改變 我覺得是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經濟不好 馬幣一直掉 你想一下以前 馬幣對台幣是1比10 現在1比7 就是那時候造成的 那幾年了 不是那時候 就是那幾年害到的 經濟是第一點 第二個是貪污吧 就是馬來西亞的政府 就給人民印象 就是就是貪污 你做什麼 我就是知道你貪污 然後他也不怕你知道這樣 然後就是很霸道 然後就貪污到很霸道 很明目張膽的拿你的錢這樣 所以久了 人民反感 年輕人又長大了 那老一輩的 就算了 算了 就讓他貪了這樣 老實說 這個是我們老一輩的人 就是這個臉 就算了 就讓他貪 可是年輕人不是這樣想的 是你幹嘛拿我的錢 所以當年輕人長大的時候 就會推翻這個東西 包括現在的反對黨也是 他們也是在反對這個貪污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很好的 雖然有宗教色彩 所以那時候政府會倒台 就是因為這兩點 所以我覺得 經過這樣四年的時間 其實我真的很為馬來西亞高興 因為我覺得現在好消息很少 因為其實你知道嗎 在全世界來講 其實是越來越多國家變得不民主 真的喔 對 其實主流上來講 其實是越來越多國家變得不民主 然後 像馬來西亞這樣 其實變得越來越民主的狀況 其實是很少的 喔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特地找你來 我是真的很想跟大家 談一談這個東西 因為很多 像比如說那個阿拉伯之春 他們的民主化過程 非常的不順利啊 你現在他們十年之後 現在最後一個圖尼西亞也失敗了 其實也失敗了 他們很難的 他們都是君王主義那邊 對 比較難 所以我在看馬來西亞的這個民主進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 因為馬來西亞有一個特殊現象就是 雖然我們是君主立憲 那像泰國也是君主立憲 他們也是有國王 那你說阿拉伯那些很多都有國王的國家 很難民主 因為他們國王出來講一聲 又政變又幹嘛 可是馬來西亞有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可能外國人不太了解的就是 我們有九個國王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幹嘛都好 你要做一些國王不該做的事你想做 至少有九個人舉手啊 那九個人要投票啊 所以每個國王都不敢亂搞 所以我們首相在宣誓的時候 都要向這九個國王跟他做這個宣誓這樣子 我覺得幸好是馬來西亞有這九個王在後面 在看著這個證據 然後有這些黨有不同的黨在那邊亂搞 都沒關係後面還有九個王 這樣 可是你不覺得馬來西亞人民也有很大的貢獻嗎 肯定啊肯定啊 我們犧牲了很多 真的犧牲很多 那時候我們 像之前的那種抗議活動啊 我說早期的啊 就是被那些灑水車亂噴 然後催淚蛋 然後後來就越來越沒有催淚蛋 越來越沒有灑水車 然後就把政府推翻了 那個過程是很痛苦的 馬來西亞人知道和平轉移這個事情有多麼困難嗎 你覺得一般馬來西亞人知道這件事嗎 我覺得現在知道了 今年他們知道了 今年兩件事情他們知道 讓他們知道 第一件就是 我說馬來西亞今年的政黨輪替的事情 然後就是幾個黨組在一起變團結政府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今年中國的那個疫情控管的問題 我覺得馬來西亞現在很多人都知道了 知道那個重要性 知道民主的重要性 之前講到苦口婆心他們只是罵你而已 今年他們看到這兩件事情之後 我覺得很多人有去反省 有看到這個真相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談 就是他 你說看到中國的疫情 他是看到什麼 所以覺得這個事情要不要 因為TikTok那邊瘋傳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在用TikTok 不是抖音喔 TikTok 因為抖音是不能用 不能 應該說馬來西亞很多華人都在用抖音 可是你是看不到那些東西的 我說的那些中國那些新聞 那些他們自己拍了然後流出來的 這個很重要 他們看到了他們才知道 原來裡面發生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他們會聯想起我們之前 在抖音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們都沒有到那麼糟糕 我都沒有面對那麼糟糕的壓制 對啊 沒被打壓到那麼慘 所以我們都會感受到 我們今年終於有這樣的結果了 那我們也會看到他們這樣 我相信很多本來那些所謂常常罵我的人 他們應該明白了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團隊裡面有個成員 我們就講到 其實不是只有他這樣講 就是很多人會有這個印象 認為馬來西亞的華人比較親中 你覺得有這樣子嗎 如果你說今年以前 今年以前的話 大概有四成 有四成 三到四成 我感覺到 這個我個人沒有數據 沒有數據 我感覺三到四成 而且這三四成 這三四成偏 五十歲以上 所以比較老的 五十歲以上 偏五十歲以上 然後在今年過後 我覺得可能只剩下一成 我感覺 這是完全我個人感覺的 因為大家都就點點了 他們看到這兩件事情 就靜下來了 我其實聽過一個理論 就是說 因為馬來西亞的也是多種族的關係 然後跟馬來人之間 其實常常會被馬來人歧視 所以說 如果說中國很強的話 其實對於馬來西亞的華人 也比較有 就是聲音可以比較大 你覺得這有影響嗎 這個是一個矛盾的東西 第一點 其實這個東西是有邏輯的 他們的華人 如果是 如果他們覺得我們是 以前祖先中國來的 可是中國現在很發達 很發達很發展 就好像K-pop很流行 大家看到你是韓國人 就會叫你跳Blackpink的舞來看這樣 大家就會比較喜歡你 這個是其實心理作用是有的 可是馬來西亞那邊 又有另外一個矛盾點 就是他們是反共的 我們的教育裡面 課本裡面是反的 所以在政治上是反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對 可是你說在那種心理作用上 那種在經濟上 又是支持的 所以這方面在馬來西亞 是一種矛盾 我們要訪問 通常都會到網路上放出來 問網友 有些什麼問題要問你 好來 那這是他們的問題 好 他說對於台灣的各類 創作環境 可以改善的地方有哪些 透過對台灣已經有熟悉的視角下 如何形塑台灣特有的識別ID 這個問題可能有點大 可是可不可以簡單講 哇這個問題很大耶 可是這個我也沒有資格講 因為我覺得台灣 我小時候也是聽台灣的音樂長大 還有台灣香港 就港台的東西比較多 那我覺得我的那些 你們所謂的大膽 都是從這兩個地方學來的 可是當我來到台灣發展的時候 我反而就覺得台灣人就說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不敢 就是可能是為了去中國市場還是什麼 就有一點自己畫地自限 然後說這個不能唱 自己控制自己 你唱這個就不能去那個哪裡了 這首歌你這樣寫不行 就反而我來了 有一點被打了一巴掌的感覺 可是你叫我現在說建議 我不敢建議 因為這個是人家公司的運作 人家要賺錢 我不可能賺錢 來你不要賺錢來這樣 不可以嘛 所以我不能夠建議 我只能說我的感受 我看到的 OK好 然後之前大麻女生在台遇害 你說想殺人別衝動 越來台灣再下手言論 你說過這個話嗎 說過 那是認為台灣對於殺人罪判刑不夠嚴格嗎 死刑跟治安好壞有直接的關係嗎 治安是治安 台灣治安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因為台灣治安好呢 馬來西亞很多 我們馬來西亞治安是 我說之前 現在好一些了 之前非常爛 所以我們馬來西亞人如果要出國念書 家長第一個考慮的是治安 說你要去那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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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被搶劫還是被抓去幹嘛 所以我們會考慮這個問題 所以台灣治安好 我們才敢來 那可是在這邊遇害了之後呢 我覺得跟治安好不好 因為每個國家都有神經病 你知道嗎 那我不要在意的是 法官要怎麼給 這個別人的國家的 來你國家念書的孩子的那個家長一個交代 或者說給這個社會一個交代 你要怎樣去判決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雖然我不是讀法律的 可是如果每一次都是那種 就算了 你知道嗎 就是精神有問題 那就算了這樣 每次都這樣的話 請問誰敢來 誰還敢把孩子送過來台灣念書 靈感是如何產出的 這個我其實也很有興趣知道 就是說 通常你的靈感 你覺得來源通常是哪些 就是生活啊 你看我的東西是 那個題材是不設限的 什麼東西都可以變成歌曲 對啊 所以包括你現在 如果拿一個產品給我 叫我爸爸寫一首廣告歌 是很快的 只要你給我那個資訊 所以我覺得每個東西 它都有一個 一個調性 應該是說 先從主題開始 才發想說 我們現在想了一個主題要幹嘛 然後你就要去找到 符合這個主題的 音樂的曲風 它的調性 它的畫風 然後把它集合在一起 包括MV你要去思考 你要先從發想開始 然後就開始進到那個主題 可是你發想 我這樣講發想兩個字 是很多東西 就是你一路來 你要聽很多種歌 你要看很多種書 或者你要看很多種影片 才可以有的這些發想 不然你根本沒有參考的東西 所以你要有很多條線去接到你 所有看過的東西 就是說 現在我要表達這個主題 是這樣這樣這樣的 那我要去連結到哪一個 然後可以拿來運用這樣子 這個是我 為什麼我主 因為再加上我的主題是不設限 我又沒有說 被公司控制 這個不能做 那個不能講 這個字不能寫這樣 所以這個就更容易了 就更好去創作自己 發揮自己的東西 可是你的Data Bank 要夠大了 就平常就在看東西就對了 是 我常常開車的時候 我有聽那個USB 現在是藍牙 以前是USB開車的時候的年代 可以放800多首歌到1000多首歌 那我朋友常常上我車他都會嚇到 他說為什麼開開一下會變印度歌 然後開開一下會變尼泊爾歌 你知道嗎 然後突然開開緬甸歌跑出來了 然後突然就變阿拉伯曲風的 所以我什麼歌都聽 那我的那個資料庫就很多嘛 那我突然就想到我想要寫一首 什麼緬甸風還是什麼風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找那些資料出來 原來他們用的是這個樂器 我就可以去把它整理出來 變成一個我要表達的東西這樣子 因為平常是聽得很雜 對 很雜很雜 是不設限的 聽得不設限 創作就不設限 好來 那明智今天非常謝謝你啦 希望可以很快再看到你 你反正一年發片一次嘛 對對對 那一年來一次好了 希望可以來 那我們再review一下那個馬來西亞的民主進程 好 希望更好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范姐 好來 那路易莎莎 你今天最重要的take away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他的創作能量可以這麼強 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他睜開眼睛 他會很細微的觀察一些東西 比方說他在講他跟AB女優合作的過程裡面 他其實會把他們那個 比較沒有那麼光鮮亮麗 然後在日本的這個 父權體制底下 受到了一些壓迫表達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蠻難得 那其實第二件事情是 他有一句話特別打動到我 就是說台灣跟菲律賓其實是鄰國 可是我們其實對菲律賓一點都不了解 這件事情 我知道台灣人很喜歡說 希望世界可以看見我們 但其實當我們想要被世界看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的時候 也要對我們的周遭的一些鄰居 抱持更多的好奇心 有更多的交流 我覺得黃明志本身 他這樣子一個在各個地方交流 然後去走進貼近市民的生活 去看見文化這件事情 本身就帶給我們一個 類似行為的模範 我們想要被世界看見的時候 我們同時也要對人家有多一點好奇心 我覺得這個蠻讚的 其實我覺得明志他這個旅行的方法 我覺得真的蠻不錯的 而且我覺得他是真的帶一個開放的心 去看別人的 他不是先想說我今天來 我就是要看那些 比如說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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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點這樣子 其實這一點對我蠻有啟發的 因為你是要全部都安排好才去吧 我覺得這個真的對我蠻有啟發的 反正旅行就去吧 然後今天我其實最重要的當然是 我覺得他有講了一段讓我很感動的 他就是講到這些AV女優 他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他就是說 他其實他們本身就是很有魅力的人 他們其實 比如說他說他們是rapper OK 他們平常就是有在做音樂 他只是用AV這個形式來做 微聲 或者是說這是他創作的方式這樣子 就是看到他另外一面 那這一點讓我很感動 那第二個呢 是我真的覺得 他在講到馬來西亞民主這件事情 他講到馬來西亞的民眾 現在他說他形容他們是用安心這兩個字 我真的覺得很特別耶 今天如果講到台灣的民主的話 或是台灣的政治制度的話 我想很少人會用安心這兩個字來使用 大家很不滿吧 我感覺就是 對我覺得大家很多人就說很不滿啦 很獨爛啦 然後說什麼很幹啦 我就聽到都是這一種 不能相信啊 這樣之類的 對都是負面的詞彙 然後我今天他在講說 他說他其實對這個大部分的馬來西亞人 他的感覺是 大部分人的感覺是很安心的 我覺得這個讓我 我覺得說我們是不是在台灣這個 這個我們因為在民主的環境裡面太久了 習慣了 我們習慣了 我們是不是忘記了民主帶給我們什麼 我覺得這是再次提醒我們 民主給我們什麼 好啦那今天就講到這裡喔 那歡迎大家留言來告訴我們 你對於黃明志的音樂啦 或者是他今天的訪談 你有什麼想法 然後 當然喜歡的話幫我們轉傳出去 分享出去 按讚訂閱分享 donate 對沒錯 全部都做OK 好謝謝大家 幫我們 God 1 2 3 1 2 2 2